这绝对是近年来最下饭的一部悬疑美剧 掏空肝脏倒挂放血 尸体化肥养育蘑菇 开膛破肚无麻摘肾 人肉贯肠美食盛宴 名风淳朴的歌坛室 在巴尔迪摩面前只能是地中底 因为这里有一个比变态更加变态的食人摩 他就是大葱黄油兼老花 万人称他美食家的国宴大厨汉尼巴 众所周知老婆丙里没有老婆 但汉尼巴的夫妻废片里真的有夫妻 故事开始极高能 从没见过如此变态的命案现场 只见地上密密麻麻种满了人手 联邦调查局赶到现场将尸体尽数挖出 顿赶今晚做梦的素材有了 现场供挖出九具腐烂的尸体 受害者的身上都长满了蘑菇 凶手把尸体埋在了营养丰富的堆肥中 以此来加快尸体腐烂的速度 从而销毁犯罪证据 并且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作物 凶手还在四周放满了幼补小动物用的陷阱 更加让重案组直呼9626的事 受害者都是在活着的时候被人种下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凶手为何又用绳子和钢筋控制静脉注射液 从而给受害者们喂食营养呢 看着地上的人体蘑菇 犯罪分析师威尔进入共情模式 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可以在犯罪现场根据线索进入凶手的思维 以凶手的视角来还原犯罪经过 威尔的大脑开始还原画面 凶手先将受害者埋进浅浅的土堆里 然后给他们带上了氧气面罩 直觉告诉威尔 受害者们并不是作物 而是帮助蘑菇生长的氧量 可这时威尔的幻想正再次发作 他看到了那个被他开枪杀死的连环杀人魔 结果下一秒 时间先回到一周前 镇上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连环凶杀案 来自不同学校的七名女生离弃失踪 但凶手却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而唯一的共同点是 失踪少女都是肤白貌美的年轻女性 她们年纪相仿甚至身高体重也相近 并且就在两天前 又出现了第八名失踪少女小美 为此联邦调查局主管杰克 邀请犯罪分析师威尔加入她的调查团队 威尔本是一名探员 看似破案无敌的共情能力 让长时间沉浸在犯罪思维中的威尔饱受折磨 为了缓解压力 威尔换次探员工作成了一名老师 这天威尔和杰克来到小美家中 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当他们推开女孩房间时却发现 已经失踪多日的小美 被凶手送还并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 随后法医在死者伤口中发现了路容 据此怀疑她是被鹿角撞击身亡 但威尔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路容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还能起到疗伤的作用 威尔推断凶手在杀害小美后 想尽可能弥补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此才会冒着被捕的风险 特意将小美的尸体归还 这番话让在场的探员惊讶不明 不过很快事件结果便证实了威尔的判断 法医经过解剖尸体发现 死者是窒息身亡 而脖子上确实有手掐过的痕迹 尽管身上多处被鹿角贯穿 但伤口明显并非鹿角撞击形成 虽然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但死者衣物上残留了一小块金属 警方据此推断凶手是管道工或修理工 然而让法医疑惑不解的是 凶手摘除了小美的肝脏后 居然又把她放回去并将其缝合 与如此丧心病狂的食人魔进行共情 让威尔的精神饱受折磨 因为担心威尔的身体状况 杰克找到名气耀眼的心理学专家汉尼巴 希望他成为威尔的心理评估医生 此时谁都没有料到 这个作风如同绅士的汉尼巴 竟是全美最狡猾的连环杀人魔 并且热衷于吃人 和威尔第一次见面 汉尼巴仅仅通过几句对话 便看穿了威尔的内心 汉尼巴窥似内心的做法激怒了威尔 最后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但威尔却激起汉尼巴的浓厚兴趣 拔树一笑生死难料 第二天果然出现一起新的命案 明州警方在野外发现一具女尸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死者被掏空肝脏挂在路角上 宛若一件艺术品摆放在太阳底下 因为作案手法及其相似 联邦调查局顺理成章认为 该案和前一起少女谋杀案是同一人所为 并且因为凶手想吃掉死者 警方便将食人魔称作明州伯老鸟 这是一种掏空老鼠和蜥蜴脏器 进行食用的凶残鸟类 但威尔只是看了一眼尸体 便断定两起案件并非同一人所为 因为这次的凶手相当无理 威尔明显感觉到对方在嘲笑死者甚至警方 威尔研判这是一起模仿作案 因为杀死小美的食人魔 不会让受害者赤身躺在荒郊野外 她或许有一栋放满路角的木屋 威尔进一步分析 真正的凶手应该有个独生女 年龄体态和遇害的女孩相似 并且她即将离开 凶手一想到要失去女儿就痛苦难难 于是通过吃掉他们从而把他们留住 但这次的模仿犯 把受害者当作真正的畜生 她是个聪明的精神变态和虐待狂 并且没有可追踪的犯罪动机 以及有迹可循的作案模式 威尔建议让汉尼拔做一份心理测写 第二天一早 汉尼拔带着美味佳肴灯门道歉 威尔也大方地原谅了汉尼拔 两人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了重要伏笔 随后两人根据死者衣服上残留的特殊金属 查到了一处建筑工地 并很快锁定了一犯霍布斯 此人刚好有一位肤白貌美的独生女 可就在两人准备动身去一犯家调查时 汉尼拔却偷偷提前通知一犯 结果当两人赶到一犯家时 当场撞见一犯将妻子抹了脖子 威尔健壮持枪闯进一犯家中 却看到一犯用刀挟持了女儿艾比 情急之下 威尔连开竖枪将一犯击毙 但还是没能阻止一犯伤害女儿 这时汉尼拔淡定地走进房间 嘴角流露出一丝得逞的微笑 经过她的抢救 艾比最终成功保住了性命 尽管已经将一犯霍布斯击毙 但还有七具尸体下落不明 更让警方感到细思极恐的是 一犯用来挂尸体放血的小屋 竟密密麻麻堆满了钩子状的鹿角 可现场除了少量血迹外 居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探长杰克推断要将八个成年女孩 绑架到小屋进行屠杀后 在掏空肝脏进行食用 单靠一犯霍布斯一人 根本完成不了这么巨大的工作量 杰克怀疑霍布斯的女儿艾比参与其中 是他充当诱饵将受害者骗到这里 但威尔却并不这么认为 就在两人争执间 威尔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根棕色头发 显然有人提前来过犯罪现场 而此人正是小报记者劳兹 他经营着一家名为犯罪揭秘网的网站 可明州伯朗鸟案的调查还没结束 地方不大变态不少的巴尔迪摩 却又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人体蘑菇案 就在威尔对现场进行分析时 记者劳兹又买通了一名探员 成功进入犯罪现场并偷偷进行拍摄 而自从亲手击毙罪犯或不思后 威尔时常陷入自责和幻觉中 为此他不得不向汉尼拔寻求帮助 然而汉尼拔拿出一份心理评估 告诉威尔他的心智相当正常 只是压力太大导致出现了幻觉 汉尼拔主动提起了人体蘑菇案 他认为军类的错综复杂和人脑相似 凶手可能只是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汉尼拔这番话点醒了威尔 他立马来到行为分析小组 法医经过尸检发现 受害者全都是糖尿病患者 并且死因并非因为蘑菇而是死于肾衰竭 凶手通过检疫的肾息装置 在人体循环系统崩溃后 通过导管给受害者强行注入葡萄糖 而葡萄糖又能让蘑菇更好的生长 这样尸体变成了帮助蘑菇生长的养量 威尔据此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凶手应该是在药物上动了手脚 使受害者昏迷后将他们活埋 而能够对药物做到干预的人 要么是医生或者药剂师 要么就是在医疗服务中心工作 这时又有糖尿病患者走进一家药店 凶手估计从事在药物上动了手脚 并且还让患者留下了家庭住址 而重案组经过调查发现 所有受害者的药物都出自同一名药剂师 可当重案组突袭目标药店时 凶手却早已逃之夭夭 好在他的车还停在车位里 结果重案组从后备箱中 成功救下了第十名失踪的患者 随后警方发现凶手浏览过犯罪揭密网 上面出现了关于人体蘑菇案 非常细节化的报道 并配上威尔的照片 控诉联邦调查局招募疯子来抓疯子 正是这篇文章帮助谋杀犯提前逃跑 探长杰克一怒之下 带队突袭酒店将记者扣下 并警告他如果再继续胡乱报道 那就会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将他控告 可等联邦调查局离开后不久 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人体蘑菇案的凶手 当着记者的面 一枪干掉他的朋友 随后逼迫记者将威尔的事悉数告诉他 等探长杰克赶到命案现场时 凶手早已没了踪影 但记者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凶手认为人和军类有着相同的特性 他试图通过人体军孤培养力 来寻找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而读过记者的文章后 凶手发现威尔就是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 为此他打听到了威尔和艾比的事 现在他要去医院活埋艾比 来帮助威尔和艾比之间建立联系 变态的脑回路就是这么清奇 得知艾比治疗的医院后 凶手偷偷潜入 假扮成医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这时威尔突然接到杰克的电话 杰克告诉他凶手的意图 威尔立马变得警觉起来 他持枪赶去艾比的病房 赶在凶手将他运出医院前 威尔一枪将凶手放倒 原来凶手认为人类是从军司演化而来 只要将艾比重进土里 威尔就能和艾比的父亲霍布斯产生联系 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这番话让威尔彻底陷入困惑 为此他再次找上汉尼拔 汉尼拔却借机对威尔进行催眠 这导致威尔逐渐迷失了自我 人体蘑菇案顺利告破后 重案组继续调查明州伯老鸟案 另外凭空出现的第九具尸体 虽然作案手法与霍布斯极其相似 却并非同一人所为 这就意味着还有一个食人魔逍遥法案 威尔经过对模仿犯展开测写后发现 此人不仅对霍布斯的行为模式了如指掌 从而让他将这些谋杀重现 而且他的作案手法更加易数 加上中案组经过调查发现 在霍布斯杀害他妻子 并试图杀害他女儿之前 曾接到过一通无法被追踪的电话 威尔研判这位不明身份的告密者 正是杀害第九名被害者的模仿犯 好在艾比终于醒了 威尔和汉尼拔第一时间找到艾比 希望从他口中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但艾比却表现得难以置信 他不敢相信一向慈眉善目的父亲 会是镇上口口相传的食人魔 为了找到消失的七具尸体 重案组带着艾比回到家中寻找线索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尽管警方并未将霍布斯 定义为杀害第九位被害者的凶手 但记者劳兹为了撰写关于霍布斯的小作文 刻意采访了死者的哥哥尼古拉斯 劳兹歹毒地告诉尼古拉斯 艾比已经醒了 并且被送回老家 而来到艾比家调查的重案组 并未发现霍布斯留下的蛛丝马迹 但艾比提到父亲有个秘密的工作室 霍布斯会在那里分解麋鹿 骨头会拿来制作胶水 而毛皮则被做成了靠垫 它不会浪费麋鹿身上的各个部分 或许那些女孩剩下的骨头 也被父亲做成胶水去沾水管了 就在这时 艾比的闺蜜玛丽莎突然出现 尽管镇上人人都说艾比妇女是食人组 但玛丽莎相信艾比不是那种人 然而就在玛丽莎陪艾比散心时 尼古拉斯从树林中窜了出来 指责艾比充当幼儿 配合她的父亲将女孩骗到了这 玛丽莎替艾比出头 捡起石头打破了尼古拉斯的额头 好在重案组及时赶到 尼古拉斯这才信心离去 然而趁着众人不注意时 汉尼巴却偷偷把石头藏了起来 因为那上面沾有尼古拉斯的血迹 有了他便能进行栽赃嫁祸 等到第二天 重案组来到霍布斯工作室调查 却发现这里的证据都被清除殆尽 可突然屋顶落下一滴鲜血 威尔健壮立刻冲上阁楼 却看见了今晚做梦的素材 只见一具女尸身体多处被贯穿 被挂在路角上进行放弃 而她正是艾比的闺蜜玛丽莎 威尔撬开玛丽莎的嘴巴 发现她的牙齿划伤了凶手的关节 留下微量的血液以及少许皮肤碎片 尽管根据之前的测写 那名模仿犯是个高智商的疯子 不会留下有迹可循的犯罪痕迹 但玛丽莎的伤口和第九具尸体一致 并且挂到路角上的造型 甚至侮辱的方式也相同 威尔研判玛丽莎也是被模仿犯所杀 可杰克和汉尼拔却有不同看法 杰克怀疑艾比 而汉尼拔则主张是尼古拉斯杀害了玛丽莎 并认为尼古拉斯就是模仿犯 汉尼拔提议将艾比送回家中 因为艾比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很可能就是凶手的下个目标 回到家中的艾比惶惶不安 她的脑中回荡着父亲的话 艾比突然脚踩电门毛侧顿开 她立刻割开怀中的抱着 镜头中取出一团团被害女孩的头发 而此时尼古拉斯突然出现 容不得尼古拉斯解释 艾比吓得把腿就跑 却被尼古拉斯一把抓了回来 两人撕扯之间 艾比失手将刀插进了尼古拉斯的心脏 而这一幕恰好被汉尼拔撞见 这时女探员走了进来 汉尼拔见状立刻将其打晕 随后恫吓艾比这绝非正当防卫 并怂恿艾比将尸体藏起来 艾比别无选择只能相信汉尼拔 在她的帮助下 尼古拉斯人间蒸发 艾比杀人的事仿佛从未发生 汉尼拔无缘无故冒险相助 却让艾比起了疑心 艾比猜到汉尼拔就是不明身份的告密者 两人互相知晓了对方不可告人的秘密 此时小镇又发生了一起可怕的凶杀案 威尔赶到现场时瞬间吓到目瞪狗呆 只见两名死者跪在床边 背上的人皮被凶手残忍撕下 做成血翅膀用鱼线吊挂在天花板上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凶手杀完人后并没有离开 反倒在床上安稳睡了一夜 如此变态让威尔直呼9626 这次他要求在床上铺上一层塑料布 随后躺下进入共情模式 威尔的大脑开始还原画面 可就在威尔忙于破案时 汉尼巴却偷偷前进他家 在威尔钓鱼用的鱼饵中 掺杂进受害者们的人体残骸 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家准备晚宴 盛情招待杰克和他的妻子贝拉 在帮贝拉到酒时 汉尼巴不同寻常的嗅觉 闻出了贝拉身上病变的癌症味道 就在三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法医已经开始解剖尸体 他们撕下死者背上的血翅膀 发现伤口里的血清素明显增多 并且死者体内含有大量麻醉药物 法医据此推断被害者是在活的时候 遭到了凶手残忍剥皮 甚至在剥皮后的15分钟内 受害者还能感受到皮肤撕裂的剧痛 接着法医还从凶手的呕吐物中 检测到了治疗脑肿瘤的药物 威尔据此做出大胆猜测 为了对凶手进行测血 威尔再次寻求汉尼巴的帮助 可汉尼巴却不断暗示 并离见威尔和杰克之间的关系 这天晚上在街上游荡时 凶手再次出现幻觉 将一名路人当成了恶灵 随后凶手再次作案 只见死者同样惨遭剥皮 皮肤被做成翅膀宛若天使吊挂在工地上 更加可怕的是 警方在尸体下方还发现了男人的东西 但这看起来并不属于死者 威尔据此推断凶手在自残 因为天使没有性别 所以凶手也割掉了自己的男性特征 随后重案组经过调查发现 第一对遇害的夫妇在酒店登记了假信息 通过警方数据库的匹配结果 发现他们竟是头号通缉犯 而第二起命案的死者也并非保安 而是被判刑的重犯 难不成凶手在替天行道 好在重案组通过国家癌症中心 迅速锁定了凶手名叫布迪斯 此人五个月前被确诊患上了癌症 之后脾气变得相当暴躁 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 布迪斯的妻子选择离他而去 从他口中威尔还得知 布迪斯从不信教 但他曾经有过冰死经历 原来布迪斯小的时候差点在大火中窒息 将他救出的消防员曾说 布迪斯一定有一个守护天使 所以才能大难不死 威尔敏锐地察觉这和布迪斯的犯罪有关 于是他和杰克立刻来到当年发生火灾的农场 万万没有想到 布迪斯已经把自己也做成了天使 而威尔看着眼前的一幕 布迪斯产生了一丝羡慕 因为布迪斯可以选择自我解脱 而自己却像是受到杰克的支配 长时间沉浸在犯罪思维中 导致自己的病症越来越重 威尔想要退出重案组 杰克同意威尔离开随后自行离去 留下无助的威尔又产生了幻觉 此时汉尼拔的心思渐渐显露 之前只是忽略威尔的病情 引导他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现在又开始挑拨威尔和杰克的关系 他到底在计划着什么呢 然而威尔没有柯南的命 却得了柯南的病 血迟榜案刚刚到破 镇上却又发生了一期可怕的命案 巴尔迪摩犯罪精神病院内 名叫吉迪恩的重刑犯晕厥倒在地上 几名警卫戒备的上前将其戴上手铐 随后将吉迪恩送到了医护士 可就在护士为其治疗时 本应昏迷的人手却在活动 心率停跳声引起护士的注意 回头却看见站在面前的吉迪恩 等到威尔和杰克赶到案发现场时 顿感今晚做梦的素材有了 只见护士被乱棍插服 甚至眼球都被凶手挖走 更加可怕的是 护士惨遭开膛破度并被挖走了器官 而这些都和切萨皮克开膛手的作案方式一致 切萨皮克开膛手是联邦调查局的通缉犯 但是一直还在逍遥法外 而犯罪精神病院的主管齐尔顿医生 正是当时案件的顾问 作案手法如此相似 让齐尔顿确定吉迪恩就是开膛手 威尔利马进入共情模式 自动带入吉迪恩的身份 趁着护士连接医疗设备时 他取出藏在皮肉里的叉子碎片 偷偷打开手铐 一拳切断护士的喉咙 这样护士便不能呼救 随后将其重重摔在地上 硬生生抠出护士的眼球 最后举起输液架乱棍捅死了护士 切萨皮克开膛手已经两年没有作案 而吉迪恩正是两年前入院 难不成他就是如假包换的开膛手 望着眼前似曾相识的场景 杰克陷入了一段回忆 两年前 杰克曾让实习探员拉斯调查开膛手 因为他对开膛手的侧鞋很特别 当年开膛手的作案方式 跟这起案件如出一辙 死者同样被乱棍插服 杰克带着拉斯来到案发现场 拉斯仔细观察了一遍尸体 便推断开膛手 是在受害者还活着的时候折磨尸体 他先切断受害者的喉咙 这样受害者便不能呼救 随后开膛手有选择性的取走器官 仿佛在挑选自己的战利品 而这要求开膛手精通外科手术 拉斯据此研判开膛手是名医生 时间线回到现在 吉迪恩的心理医生阿莱拉也到了精神病院 重案组从齐尔顿口中得知 经常有人给吉迪恩写信表示崇拜 甚至有女人向他求婚 阿莱拉感到十分困惑 毕竟吉迪恩残杀了前妻及妻家人 这让维尔更加确定开膛手另有其人 吉迪恩杀妻是冲动之举 而切萨皮克开膛手 是一个有条不紊并且一丝不苟的罪犯 所以抓他才会那么难 况且切萨皮克开膛手通常是在杀人过程中 同时对受害者实施折磨 而这次是在护士死后才开始虐尸 为了弄清吉迪恩是否真实开膛手 威尔和阿莱拉进行了联合探视 这一段多少有点致敬沉默的羔羊 面对威尔和阿莱拉提出的质疑 吉迪恩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开膛手 直觉告诉威尔及迪恩在说谎 然而法医经过尸检发现 护士的伤口和开膛手最后的受害者一毛一样 这却当即遭到了杰克的反驳 杰克这番话隐含了一条重要伏笔 这时威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吉迪恩不是开膛手而是模仿犯 然而杰克却立马提出质疑 开膛手的作案细节警方从未公布 如果吉迪恩不是开膛手 那他又从何得知开膛手的作案手法 万万没有想到当天夜里 杰克竟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来自拉斯 杰克 这是Miriam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可以说什么 Miriam 可两年前在调查开膛手案过程中 拉斯便离奇失踪 杰克刚才提到未能发现开膛手案 最后一名受害者的尸体 说的就是下落不明的拉斯 可中案组通过查询全美电信数据库 发现杰克家凌晨并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但杰克确定那就是拉斯的声音 杰克怀疑切萨皮克开膛手 当年杀害拉斯时录下他的声音 昨晚通话时播放了那段录音 这让威尔更加确定吉迪恩不是开膛手 毕竟吉迪恩还关在精神病院里 为了引诱真正的开膛手现身 中案组决定和记者劳资合作 撰写一篇独家报道放在犯罪揭秘网上 捏造吉迪恩就是切萨皮克开膛手 果不其然 案中关注犯罪揭秘网的某人 立马开始坐不住了 他会是真正的切萨皮克开膛手吗 这天吉迪恩主动写信要见杰克 杰克探视时质问吉迪恩 假如你是切萨皮克开膛手 为什么之前的案件会取走器官做纪念品 可残杀前妻时却没取呢 吉迪恩狡辩说当时是冲动犯罪 话锋一转 吉迪恩突然提到了拉斯 并大方承认自己杀死了拉斯 这时杰克家突然来电 而另一头的声音杰克在熟悉不过 重案组立马赶赴杰克家中 通过提取电话上的指纹后发现 除了杰克和妻子贝拉外 还有一个疑似第三人的指纹 并且在贝拉的枕头上 法医提取到了某人的头发 而经过档案库进行比对 指纹和头发的主人 正是两年前人间蒸发的拉斯探员 威尔推测开膛手 认为杰克和拉斯关系密切 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刺激杰克 到了晚上 汉尼巴邀请阿莱拉和齐尔顿 来自己家中享用美味的羊蛇宴 阿莱拉觉得吉迪恩不是开膛手 而齐尔顿却坚定地认为他就是 汉尼巴突然询问齐尔顿 在吉迪恩杀害护士之前 是否对他施加过精神操纵 让吉迪恩误以为自己就是开膛手 齐尔顿当即否认 可汉尼巴却找借口叫走了齐尔顿 汉尼巴这番话是在暗示 吉迪恩是被齐尔顿诱导认罪的 两人此刻心照不悬 回到重案子 杰克再次接到了神秘电话 不过这次对方却留下了一个号码 通过追踪重案组锁定了信号来源 接着杰克回拨了对方号码 重案组跟着铃声走进一栋建筑物 在那里发现了一只断手 断手拿着的正是拉斯的手机 而旁边是开膛手留给杰克的一句话 你看见了什么 杰克和汉尼巴提起了这件事 他知道开膛手想用希望来蒙蔽他的双眼 但杰克确实产生了拉斯还活着的错觉 两人聊天间 汉尼巴却陷入了回忆 当年拉斯通过追查医疗记录 发现切萨皮克开膛手是一名外科医生 而汉尼巴成为心理专家之前 正是一名外科医生 并且开膛手案其中一名受害者 曾接受过汉尼巴的治疗 拉斯便来找汉尼巴了解情况 可当汉尼巴去拿治疗日志时 拉斯却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素描 画的正是某个受害者的死状 就在拉斯目瞪狗呆时 汉尼巴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碰下杀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自此拉斯探员变缘间蒸发 直到最近 警方才发现拉斯被切断的手臂 这天酒店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受害者惨遭开膛破毒 器官也被凶手当场移除 他的血肉被撕扯下来 从卧室一路洒到了浴室 威尔立马进入共情模式 死者身上的伤口开始愈合 凶手走进房间 肾脏被取走的受害者 从深度镇静状态恢复过来 随即和凶手发生了打斗 两人互相推荡之间 受害者又陷入了昏迷 凶手察觉受害者心跳停止 立即用刀切开他的胸臂 掰开肋骨为其做心脏复苏 然而已经无济于事 威尔告诉杰克 凶手并非在行凶而是在救人 显然他不是切萨皮克开膛手 威尔研判凶手可能是一名医科学生 想靠小道私人手术赚点外款 不曾想手术失败导致有人挂了 晚上汉尼拔试探性地问起护士被杀案 威尔否认凶手是切萨皮克开膛手 汉尼拔则试探性地引导威尔 开膛手受性的行为背后 或许是为了保护有价值的器官 威尔顺着这个思路猜测凶手 可能是器官收藏者 在汉尼拔的回忆里 医生安德鲁在为他抽血做体检 汉尼拔要了一张医生的名片 而此刻汉尼拔却从食谱中拿出了这张名片 这意味着安德鲁将成为汉尼拔的食材 变成一道清爽柠檬牛肝 果不其然这天夜里 汉尼拔找到安德鲁并将其杀害 第二天惨遭掏空肝脏的尸体 在车道上被人发现 导演交叉剪辑汉尼拔切肾和腌制心脏的画面 因为作案手法相似 法医们认为这和酒店案一样 心脏是为了救人 而这次明显不一样 重案组讨论发现 凶手有时候将死者粗暴的开膛破斗 有时候又谨慎地拆除器官 大家开始怀疑到底是有两个凶手 还是凶手为了掩盖罪行而采取不同手段呢 伴随被掏空肝脏的尸体接二连三出现 汉尼拔的食谱和冰箱开始变得丰富 这可忙坏了联邦调查局的法医 他们经过尸检发现 新出现的尸体不仅少了可移植的器官 就连不可移植的皮脏都被人取走了 甚至有死者被切了一段长刀 难不成开膛手再自制相长吗 不过威尔这下终于可以确定 凶手有两个 并且其中一个肯定是切萨皮克开膛手 晚上威尔又来咨询汉尼拔 看着桌上的尸体照片 汉尼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威尔同意汉尼拔的看法 他认为开膛手解剖就是为了侮辱死者 画风一转 汉尼拔刻意拿起拉斯断臂的照片 威尔告诉他这是杰克的实习生 在威尔看来 开膛手没有任何理由侮辱拉斯 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侮辱杰克 威尔的回答让汉尼拔有点满意 回到重案组 女探员调查监控后发现 事发当天酒店门口停了一辆私人救护车 可奇怪的是 这辆救护车面对事故不仅没有响应 甚至急匆匆离开的酒店 女探员怀疑 凶手就是在救护车上做的外科手术 重案组立马展开调查 终于锁定了目标车辆和疑犯 并且此人正在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 可当重案组查到医院车库时 却发现凶手又在某处作案 好在车上装有无线电 重案组通过频率探测器锁定了目标位置 打开车门发现凶手正在摘出肝脏 杰克拿枪鹤令对方停下 但凶手却表示一旦停下这个人就会死 杰克赶紧叫汉尼拔上去取代凶手 望着汉尼拔娴熟的外科技术 在一旁默默观察的威尔 开始对汉尼拔起了疑心 而汉尼拔同样发现威尔在怀疑他 当天晚上 威尔拒绝了汉尼拔的全肉咽 转而问汉尼拔为何不继续当外科医生 汉尼拔解释说自己没能救下某人 这让他感觉像是自己在杀人 为此他将解剖的激情 转移到了烹饪艺术上 等到威尔离开后 汉尼拔的全肉咽盛盛大开场 各地名流接着奏乐接着舞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盘盘精致的美食背后 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真正的切萨皮克开堂手还没落往 巴尔迪罗却又发生了一起人常琴弦案 凶手禁用活人的肠道 来制作一根根琴弦 甚至在受害者的喉咙中放入琴弦 使用人体大提琴来演奏音乐沉迷其中 而食人摩汉尼拔的杀戮盛宴仍将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